Timothy就問 跌市想買一些穩定的收息股 他就給了兩個號碼 他就問941 還有他就想問2368 但我剛才看2368就是英美 雖然是高息的 但我猜他可能就想買港燈的 2638 我們比較一下這兩隻 我會建議買港燈 至少你說 你最多都是賺息薩價 你長線守 應該是守到的 即是你說港燈的業務真的很疏倦 是 那你一定能用時間撐贏這些股份 大致多都是說跟通脹 你很難說會贏通脹很多條街 你開月線都是看到的 但是中移動 你心裏就是覺得市差 打算是說他有抗跌力在 如果說市場真的在持續 甚麼都要避險 中移動都可以回到46元的位置 所以就做不到你想要的一件事 但是你說港燈的抗跌力 是會相對較大 但是你的股份交通的確不是很密 未來香港未必那麼容易加電費 它又可能要增加燃料成本等等 所以我會這樣說 如果你要穩定收息的話 記住你真的要以臨收息為主 這些位置你想財息兼收 是很難的 要財息兼收就是薄中移動 但是你要預減一段時間 預減股價短線也要捱 你要有很大的錯課能力在 還有麻煩要分兩注 但是如果你說要一注過坐 不理股票的 真的可以不理不望的話 一定是港燈比較好的 是的 那就參考一下 但是你卡港燈 其實你拿這兩年 拿來拿去都是你的價位 價位都是這些位置 你只是只是收息而已 是 所以你要知道自己要什麼 是 有些投資者就不 兩樣都想要 會不算的 是 只看股價 我見過很多 是 拿著八百三 拿了這麼久都是十幾元 是 之前收了十幾元股息不算 是 但是那個道理就會類似是這樣的 是 所以我覺得看你想要什麼 其實你在說 如果你真的要求穩定收息的話 都不用只在說港燈 樂人股好像建巷 公巷那些 都可以是一個選擇 但是問題就是 真的看你想要什麼 最穩定一定是港燈 但是就幾乎是以收息為主 是